一般上我们以为说人痛苦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条件不好所以他痛苦 但是我告诉你有三个内在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当人想要得着有些东西他得不着的时候他就痛苦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从你生出来你是一直要得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想要得钱财想要得成功 一个孩子想得父母的认同或者我们想得老板同事的赏识 我们想要得我们要人给我们 爱我们 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我们想要结婚 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想要有孩子 我们老了之后我们想要有孙子孙女 我们一直想要 甚至我们有了之后还要多要 那你说牧师我不是很贪心的人 但是你要好好思想你的痛苦是不是来自你的想要但是你得不到 人一直想要 那个想要的欲望折磨他 然后第二人为什么痛苦 第二个理由就是 人认为说原来属于他的东西他失去了 其实这个的痛苦比之前想要的痛苦更痛苦 因为你说这个原来是我的我应该拥有的现在没有了 因为人把它拿走或者一些无可奈何的情况临到的时候我失去了 所以原来因为这个是属于我自己的但是被拿走的时候很痛苦 所以人的生命里面有几个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他所爱的 可能他失去了他所爱的人 美满的婚姻失去了 谈了恋爱之后很甜蜜但是失去了 失去了你的健康 失去了很多很多原来你拥有的有些名誉失去了 或者有些好的工作得到了后来又失去了很痛苦 各位有吗?失去而痛苦 原来不是失去乃是之前你认为这个原来是我的但是现在没有了 其实这个不难了解 我有三个孩子 我每次发现他们三个吵架吵得很猛的时候是为什么 因为我买一些东西给其中一个 可能很小的东西小小的玩具或者食物 另外一个把它拿走或者吃掉爸爸买给他的时候 你们有孩子会知道一定会打起架了 其实那样东西是小小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痛苦?因为那个是我的 你拿走属于我的 所以那个痛苦 那个愤怒就起来了 各位好好思想 这个人心里面发射出来的那个私欲叫他痛苦 不能取舍的 不能给的那种痛苦 绝对不能失去属于我的那种痛苦 第三还有什么原因叫人痛苦 第三个原因就是 原来你应该做的 但是你做不到 而前面两个是讲到 第三个是讲到你的无能 所以今天很多人很痛苦是因为 原来我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我应该要爱人 应该要孝敬父母 但是我做不到 我应该要养家糊口 给我的家人有好日子过 但是我做不到 赚不到那些钱 我有一些坏习惯应该要除掉 怎么要改都改不了 各位知道吗 这就是你的无能所带来的一个痛苦来的 所以人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就是一直自责 他的良心里面一直控告他 我是这样不能的人 不好的人 应该做的做不到的 各位这个三个是一个痛苦的内在因素 然后呢 当你加上一个外在因素 什么叫外在因素呢 就是你看到旁边的人 他旁边的人他都有 他想要的都有 他要做到的都做得到 所以你极其受折磨了 你的自我形象就破裂了 因为人又有 为什么我没有 因为人又有 为什么我没有 然后这个日子久了之后 人就绝望了 所以呢 人是很脆弱的 很容易进入痛苦绝望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心里面不开心 不高兴 有烦 其实呢 有这些内在因素在折磨我们 那虽然有一点聪明 有一些推断能力 但是呢 这个里面的事情是他很少去想 没有人喜欢留在痛苦里面 更不想长久绝望 所以他一直要解决他的问题 他会挣扎 所以人们的作战 对 人们的作战 想要练折磨 我 我 我 你是 你 你